其實本來一開始 我們就也沒有想要公開 但經由一連串的 比如說爆料被偷拍 就是曝光這件事之後 其實好像也沒有必要刻意隱瞞什麼 因為他是事實存在的 我們怎麼要問他的回應啊 有什麼好問的 有什麼好問的 好無聊喔 所以你現在要我說什麼 劉宇柔甩六年婚姻 高調放閃新歡全說了 你的爛脾氣要最好給我改一改啊 算了吧 誰要讓非之間長被... 對啊 你還早就改了 你給我閉嘴好不好 我在好好跟你溝通 你一直說我不會改 我很認真在跟你講 你就叫溝通 我在溝通啊 你才閉嘴好不好 哎呦 和前夫滿滿的活躍味 劉宇柔去年才斬斷六年婚姻 如今和現任籃球選手胡凱翔愛的高調 前後任還剛好都是運動咖 劉宇柔IG版面上 幾乎是兩人愛的軌跡 你現在有同居了 怎麼可能 我在台北愛台南 我們分隔兩地啊 因為他的球隊在台南 然後我畢竟是在台北工作 所以不會有同居這件事情 我覺得反而會更珍惜 有機會可以相處在一起 你不會 沛妮是很長時間溺在一起 但是一直 不知道要幹嘛 跟他以後有考慮要結婚 你說我們兩個談論到會議 我沒有聊到這個耶 我應該說一個 一段正常的關鍵 而你是覺得這段不正常嗎 交往到 你不會特別去討論 但好像應該 正常會往這個方向去前進吧 他上個月初期有一個活動 他有祝福你 大家問他說 你現在有新的戀情 我主要問他的回應啊 有什麼好問的 有什麼好問的 好無聊 所以你現在要我說什麼 我為了你好 給你建議你都沒有好好聽 我們沒有聯絡很久了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工作 然後至於我講了什麼內容 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那也是真實發生 跟可能過去我們也有講過 所以沒有必要特別點心 熱愛運動的劉宇柔 曾在健身房上廁所 被搶上的針孔攝影機偷拍 那次事件 在他心中埋下陰影 還為此去看身心科 你現在看來我覺得好好的嗎 好好的嗎 那時候是偷拍了陰影 蠻大的那個時候 但我覺得後來就 就是要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還是跟自己的心態有關 那誰都沒辦法幫你 因為畢竟那個是 比較內在的感覺 我自己蠻期待的是一個線上課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做這個線上課 然後前一陣子把它錄製完畢 正確的選擇 但可以在居家中 然後 然後 選擇online 那你有合作的你的啊 自己 這個東西就是必須要找拍攝 你要找平台啊 那剩下其實最大的資源 最需要的資源是 知識跟內容 那這東西是我的專業啊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蠻以工作為主 真的是重心蠻夠在工作 那我覺得感情這件事情 它反而是變成一個加分題 它能不能讓你在工作表現上 跟生活上更好 而不是 拖垮我 我覺得很重心 畢竟你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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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情跟理智還在掙扎啦 辛勢 真的嗎 賽曲 敬你 我 我是不會